Hello 大家好 我是Jaze 平時用iPhone 他經常說沒有位置 叫你付錢iCloud 買些位置來擺照 但是Google Drive 又只有15GB 又不太夠用 怎算好呢 今天讓我給大家一個方法 QNET PS253D 是最新型號 全球NAS廠 首推支援2.5GBLAN的款式 有Intel 4核CPU 還可以行8GB RAM 雖然小小隻兩個碑的NAS 但是都可以加到擴充卡 例如是10GBLAN卡 又或者SSD轉換卡等等 每一個槽位 最多可以支援18TB 而未來隨著新Hard Disk推出 update新Firmware 可以有更加大的容量 Ion Roof Pro NAS 專用Hard Disk 它是NAS專用碟 可以7x24運作 內置RV Sensor 可以避免微震動 而令到讀寫磁頭損壞 另一方面 可以維持更好的讀寫效能 同時改善可靠性和性能 Firmware亦都優化 更加適合Ray使用 有IHM技術 在QNAP QTS系統裏面 可以見到健康狀態 有甚麼事起來都會更加快知道 同時會提供建議 給用家去保持硬碟健康 Ion Roof Pro 由韋時佳傑代理售後服務 提供5年保養 另外有WeCare服務 可以提供上門收送維修 可以提供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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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備份同步有很多不同的推薦 或者商業內容、內容管理、通訊等等 全部的工具其實這裡都有些推薦 我們最重要的是要備份同步會比較重要 所以在這裡就找一個 首先找到這個cloud 你會看到有MyQNet Cloud Link的雲連通工具 我們就用這個 剛才我們已經是時間關係 所以已經安裝了 安裝了之後 你就可以製造了你的帳戶 之後可以在手機那裏lock in cloud 這個app主要的功能就是這樣 你看到其實它連到這些手機、app、PC應用程式 各樣東西都有齊 所以我們接著就可以去電話那裏 看看如何加回東西到這個cloud 在電話上我們下載QFile的app 按進去 接著 你就會見到 不同的folder在這裡 按左上角這個 然後再去自行的自行的自行的自行 就可以有很多東西選擇 比如你能不能自行的自行的自行的自行 那些自行的自行名 還有一些自行自行的自行名 還有其他的設定 比如背景自行的自行 還有其他自行的自行 WiFi下載 都可以在這裡全選擇 就是在這製作 然後我們就跟大家先試試四眼影影相片 好 有一張自拍 然後我們就去QFile那裏 去QFile那裏 再入這個 你就看到其實很快 它自拍已經不見了 因為已經上載了 然後我們會去Multimedia 鏡頭上載 鏡頭 這樣就會看到 剛才我自拍的照片就已經在這裏 出現了 好 接著我們回來電腦這邊 就只需要去QFile Station 找回剛才的Folder 鏡頭上載鏡頭 就會看到剛才我那張照片在這裏 就是這張 你又可以選擇下載 各樣東西都可以 而且平時你的DRIVE 就可以直接分享 這裏也可以 按照片 然後按分享 就有幾樣東西可以選擇 譬如可以直接分享去一些社交網站 這裏都齊齊了 又或者是整條連結 又或者是其他NAS的使用者 又或者是E-mail 傳出去 就可以直接方便在這裏使用 其實只要你安裝了NAS 就可以很方便地在電腦和電話 互相分享一些File 亦都可以做到Backup之餘 又可以容易分享給朋友 真是方便有快捷 快點訂閱我們TagRachelTV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記得CLS 就是Comment、Like和Shar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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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